白羊座 最可爱 最信任的地方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白羊座追求指南 极简追求法 为什么是极简追求法呢 因为对于三观之正的一个星座 不矫情 不做作的诚意才是关键 要简单 要独有 要如果你给我的 和你给别人的是一样的 那我就不要了 这样的态度 极简追求法第一步 个性 白羊座 正如那句话所说 不求深刻 只求简单 但并不代表它没有深刻的思想 白羊座 只是喜欢把简单的一面 表现出来 简单的相处 简单的聊天 简单的生活 因为他们的心太大了 不想计较那么多 不想思考那么多 如果这表示懒的话 那他们真的是懒得去维护那些 需要费力的关系 白羊座不喜欢压力 任何方面的压力 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麻烦 他们属于那种没有外力 自己不会给自己上发条 但是一旦有人逼他们 跑得比谁都快的星座 所以跟他们的发展 关键 就是要进一步的主动 又不能让他们觉得 维护彼此的关系很麻烦 见面很麻烦 相处很麻烦等等 你最好立志做一个 能带给他们轻松奉务的人 另外白羊座崇尚个性 这种个性最简单的一点就是 与众不同 如果你想跟白羊座结解 你应该先自我反思一遍 你的与众不同的点在哪里 你的个性里面的锋芒和光彩在哪里 平庸是白羊座拒绝的 你应该有醒目的性格特征 这样在跟他们的相处过程中 才能有更多的优势 因为白羊座对个性不强的人 难以维持长期的感觉 即使是当时比较热情 但消失的也很快 作为三分钟热情的代表人物 如果你的个性不是那么棱角分明 你的精力不是那么丰富 你如何让白羊座感兴趣呢 不怕你有些自以为是 不怕你有些鞠躬自傲 不怕你有些清高自负 最怕你四平八稳 没有人格的亮点 所以跟白羊座相处 可以把自己发挥出来 表现于强一点 自信起来 不要收着 藏着 极简追求法第二步 温暖 白羊座跟外面人看到的白羊座 是不一样的 那个小太阳 小孩子 内心充满很多负面的 灰色的悲观的想法 只是藏得很深 不想给别人造成麻烦 白羊座属于外相孤僻症 平常看起来善于交际 有着良好的人员 热情似火 其实拒绝热闹的人际交流 对不舒适的环境和人 都有一定的排斥反应 适应期很长 他们喜欢自己最熟悉的环境 所以你经常发现 聚会场合 白羊座比较少 他们对任何一种人际关系 都带着压力的想法 吃饭的压力 聊天的压力 喝酒的压力 逢场作戏的压力 白羊座太不喜欢压力 所以能避免 就避免 白羊座感情极端化 有的时候很开朗 有的时候很沉默 会因为别人漫不经心的一句话 而伤心很久 但是并不会告诉那个人 很会安慰人 但是自己很难被安慰 白羊座看似坚强阳光的外表 内心的孤寂脆弱 只会藏起来 平时的时候显得有些小霸道 像未驯化的野兽 很容易和身边的人冲突或者争辩 但白羊座并不集成 基本睡觉 什么都忘了 白羊座的内心 只会对一个人拼命温柔 对一个人绝对坦诚 对一个人露出自己的软肥 面对这样一个假念 时间太长 有人际交往障碍的白羊座 唯一的力气就是温暖 这也是你 在也许没有那么强烈锋芒的个性 依然可以俘获白羊座内心的一个制胜点 白羊座需要的是一个没有压力的陪伴 能带来安全感 所以你的出现最好可以给他们牢靠 可靠的感觉 经常完成他们的小要求 帮一帮小马 为他们的工作学习上的事分忧解难 提供建议 倾听他们的抱怨 而又能给予理解等等 时不时的虚寒问问 病了送药 渴了送水 累了送吃的 没事送点花 节日送点礼物 都可以体现你的关怀 平时他们马虎心 关注不到的小细节 你帮他们关注 修他们不会修的 处理他们不擅长处理的 总之能往他们的 就是在帮他们分忧 哪怕你并非才华横溢 至少是他们心安的那一个 至此你一定有机会 打动白羊座 但也有一个前提 至少这个白羊座不讨厌你 或者对你有一点好感 俗话说 星星之火可以遥远 只要有一点就可以燃烧 怕的是 一点都没有 白羊座是极重感觉的一个人 若是对你没感觉 那以上殷勤 只会适得几分 他们基本上不会考虑 和你试一试 甚至还会觉得恶心 但只要有微妙的一寸 你不断地暖到心底 知道日久生情 也并非不可能 所以 别那么快放弃 加油吧